草蘭王月到你家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段的 草蘭王月到你家 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来到什么地方呢 是的 今天我们又来到 南童清清东庄 没有啦 我们是在这一个新店的深山里面 然后呢 大家记不记得呢 如果说忠实观众的话 可能还会记得啦 就是在两年前 刚好就是两年前 然后我们有为您介绍过一位 快乐女木匠 对 杨小姐 这是原先的房子 包括这个转角就是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 对 然后呢 所以等于是地上什么都没有 包括了这些红砖 都是你铺的 对 我去解别人不要的 然后敲水 铺水泥这样子 所以这个包裹都是洞 然后你都把它擦了进去 就树枝连树枝 对 好厉害 所以这个就是个非常 独一无二的一个一架子 好 那这些木板是 搜木板吗 对 全部都是搜木板 那本来以前是塑胶很滑 然后走路的时候就 咚咚咚咚咚 然后就滑下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样子 就是山井也没人住了嘛 这个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到有木头 所以呢当然这么干净的一个 原木的木头 我们当然要拖鞋而上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给它洗起油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度的来拜访了杨小姐家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 因为呢 这个两年的时间呢 她又利用了她的双手 然后又创造出来了 不少不少的这个木制家具 然后呢 同样的 我们经过这一道 这个山坡小径 然后 好乖 小黑 小黑 她明明是白的 好的 然后我们就来为您 拜访杨小姐 淑娟嘛 对不对 淑娟 我可以这样叫她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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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条路比较好走 这条路 今天我们来拜访的杨淑娟小姐 为了解决许多朋友的疑惑 特地将一楼改建成木工教室 除了摆放所需要的木材之外 这里可成就过许多人的梦想 完成过许多创意十足的家具哦 最重要的 今天可要好好来看看淑娟的手艺 看她如何为女儿 创造出不可思议的木工家具 如何打造女儿的卫浴设备 又是如何将原本外露不好看的马桶 或是水管电线组等巧妙地利用木工来隐藏呢 又会如何将头绪规划在空间中 还有曹兰的第一次也将开裸喽 有没有看到啊 哎呦喂啊 经过这个两年来的累积 那个木头变得更多啦 可是很奇怪耶 附近的树都没有少啊 当然并没有在砍树好不好 好啦来我们来拜访这个淑娟 没有门离 哈喽嗨嗨嗨嗨你好欢迎光临 淑娟嗨嗨嗨大家好 好来今天不好意思拜访 请进 请进 来来来首先金如眼脸 当然就是你一向在工作的地方嘛 对不对 然后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是你穿短袖我穿这样 是怎样你不冷吗 我住在山下 比较习惯 比较抗寒 我马住新店呢 你住新店 在山下就是 我住山上 然后呢我来介绍一下好了 因为啊在两年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真的是大受回响 就是太多的观众朋友们 太喜欢你的这一个才能 所以如果是有很多的朋友 跑来这边找你 就是希望能够向你讨教一番 对对 做木工的问题 那所以我有开始在教学 那你有 有没有最远是从哪里来的 高雄 从高雄飞来 还有从台东坐飞机 他们都会要学一些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有照片 就他们自己做家里要的东西 然后我就只要把照片带过来 我就叫他们完成 是 就是家里想要什么 然后就来这边学一些 对 有人做厨房 有人做桌子 有人做椅子 有人做书桌 做厨房 对 厨房的整个东西 好赞喔 而且就是财产费很便宜 可以做自己要的样式 自己的设计 然后也可以很学 很学的跟别人说 这是我自己做的 对 可是真的就是 因为大家来这边 那大家是开小发财车来 还是货车来的 因为他必须要把做好的东西 带走啊 对 有时候我也帮他们运下去 因为我有货车 对 收一百块的车马费这样 才一百块 从这边到三下最少 最少有五公里吧 十三公里 十三公里 十三公里喔 这么远啊 竟然这跳表都不止一百块了 对 就是收个意思意思 加个油钱这样 可是你看 在家里面 然后又可以完成自己 心爱的这个工作 然后又可以指导很多的 这些妇女朋友 对… 感觉比较不会中够 姐姐妹妹站起来 姐姐妹妹站起来 好的 不得了 来…当然啦 因为在这个场合中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学一些 对 等一下我可以教你 做一些你要的东西 不要太难了 很简单 然后这边 走到这边来 就可以看到到 大家做的这些 应该叫成品 哇塞 这应该很难做吧 这一个 五朵柜 对啊 里面还有做格子 对 它要放那个袜子 那请问像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一天就可以完成吗 大概要三四堂课 要三四堂课 对 柜子比较难做 就是里面有秋梯还是什么 对… 材料费很便宜 加一加做起来 可能不用花三千块 这个椅子也很赞耶 对 那一堂课就可以做好 这个一堂课 对 请问一堂课是几分钟 三个小时 一堂课三个小时 我们有加文法 直接conversation 就是直接来 对 切 哥 真的 没错 没错 真的 这样 学英文就是要这样啊 你一直背文法你不会 可是你一直讲一直讲 你就会了 所以工具也是要一直练习 那我如果教你一些理论 你就不会 就跟英文一样 学最快就是要conversation 因为这边是属于山里面 还算蛮潮湿 对 所以这些木头有没有关系 我们不怕白蚁 因为外面的树比较甜 白蚁都会跑到外面 然后外面去吃 而且吃得很饱吧 对 不会让我们家来吃干燥的 因为吃生的比较好吃 新鲜货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往楼上走 来看看这个书娟 这两年又多做了什么东西 OK 请进 还有 走到楼上来 我知道为什么你穿短袖 对 我已经在流汗了 这怎样 楼上呢 有一个好赞 这个是真的火炉 怪不得 好 我可以脱了 那个小谷穿一个用衣 不好意思… 真的很热 对 很温暖 尤其是山区 比较…会比较干燥 它的火会不会掉出来 不会 它下面有灰盘 所以会整个下去这样子 你也坐在这边超热 很舒服 冬天寒流来的时候很棒 就是洗完澡在这边不穿衣服都会掉 对 我女儿都这样 真的 直接躺上去 而且还可以顺便睁脸 什么都可以来 因为上面就可以直接 就是保温这个开水 对 开水煮得开 它都在冒泡 对 都在冒泡 都在冒泡 真的 然后可以炖东西 整个上面这样 然后就直接这个烟是排到外面 对 往上面飞 烟是透明的 所以也不会妨碍到邻居 因为是燃烧是真正的木头 对 没有染料的 这是不要的 不要的木头 对 切剩下来的 然后最好就是要天然 自然的木头 要不然烧的话 可能又有化学的部分 大耀性 对 如果有染料 就会产生大耀性 等一下 我觉得在这边 我的皮肤快烧红起来了 超有效 所以说到了冬天的话 这个会二二四小时这样子燃烧 我们睡觉的时候不烧 睡觉就不用烧了 那房间里面会有需要用暖气 还是什么吗 不用 就是一台壁炉 然后它热气可以散到整个屋内 因为刚好家里人口也不多 对 然后我做木工 剩下的木材刚好可以拿来烧 像木工跑下来那些屑可以烧吗 市民农场有人帮我拿去 就是做肥料 真的啊 对 所以我的东西都会一直环保 再利用再利用这样子 好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些木材 跟你后面放的那些木材好像不太一样 这是准备备用的吗 对 这是我做装饰的 台风来的时候有一棵松鼠倒下来了 那我就把它拖进来晒干了以后 我就做后面的装饰 先用一块面板涂上黑色 然后把一块块黏上去 然后再做个造型 所以这样感觉很像 后面堆了一大堆木头 对 感觉这边没有柴了 对 有人过来就要抽 怎么抽不出来这样 差点把我破坏掉 所以说利用这个倒下来的松树 因为你也不会去砍树什么吧 不会 我不敢砍树也下不了手 对啊 树也是有生命 对 所以等它自然的凋零的时候 然后利用它 你是几岁开始喜欢做木匠工作的 小时候就喜欢动手 做一些东西 把东西拔起来 然后把它复原这样 是 所以常常收音机用到一半 来 坏掉了 我就没有再把它拼回去 那你字幕感觉很辛苦 我不知道也要问她 从小就会坐在那边 等一下 妈妈可以上电视吗 可以啊 随便她 杨妈 你也太可爱了吧 杨妈 我们坐在这边讲话 那个妈妈坐在那边 挡秋千 好的 我们往这边过来 OK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个书架是原来就有的嘛 对 然后但是问题是 在书架前方呢 嘿 有一个好可爱的东西 这个是 弹珠台 弹珠台 我设计要过来 放在壁炉上面晒衣服的 然后又太单调 只有一个框框 所以我就做个弹珠台 给小朋友玩 但不玩的时候我就可以晒衣服 这个是 就是放到洞里吗 对 直接放进来 这样子 对 好可爱 本来要来晒衣服 但是现在也是可以拿来晒衣服 对对 可以直接放在壁炉前面 把浴巾给放上去就可以晒了 所以刚好也利用了这个壁炉的这一个热 对 然后把衣服晒干 同时 平常小朋友还可以拿来用 对 这是我东西都有两个作用 这个 这样子的东西 它 你很厉害耶 你是用卡榫的 对 卡榫 没有用钉子 然后 这边有钉子的那种也是用木头 对 木头 你看 这个厉害 所以说 你要先做出这个钉子吗 木头钉 木头钉有在卖 有在卖 对 所以用买的会比较方便 对 好 然后另外呢 因为好像是两年前来的时候 这个淑娟家中并没有纱窗 对 所以所有的门都是这样 可以这样敞开来 对 很呼吸 那个 新鲜空气 那个叫什么 分多金 对 而 毕竟夏天是有蚊子 对 所以我做了一个简易的纱窗 自己去那个 因为窗户是我做的 所以没人办法做纱窗 所以我就自己设计了这样 可以活动的 冬天的时候就可以拔下来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是 很容易就可以拆 然后比如说 夏天的时候有蚊子来了 对 然后就把它这样挂上去 对 就挂上去就可以了 用挂的 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锁 把它锁起来 所以也不会说因为风吹 然后棒棒棒 不会 而且拆些很方便 一秒钟就下来了 过年大扫除的时候洗更方便 对 就拆下来 就到浴室 脸部头冲一冲就起来了 很快很快 然后也配合了每一个窗户的 因为这个窗户大小不一样 对… 然后就做了各种的尺寸 对… 然后刚好合住它 而且就是我冬天会收起来 真的很方便 真的耶 这样就可以拆了 这样就可以收 对 对… 这个好… 目前有学员来学了吗 没有人家里窗户跟我一样 自己做的 所以没有人做纱窗 大家家里面好像也都有纱窗就是 对 大家都用纱窗 自己我家是木框的 所以 我刚好做这样的设计来设计我家 而且成本 成本 成本 成本大概30块而已 我利用不要的木头 利用不要的木头 就杀网去买而已 可是像这边是要怎样 修一个凹槽 然后压条下去 修一个木框 木框修凹槽 然后把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要怎么 压进去 对 这个棉台我再买 对 所以就压进去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对 很简单 就是看自己 要不要动手做而已 对… 什么东西都很简单 看要不要自己动手做 而且可以很便宜 就可以把它做好了 对… 修爵 这个可以讲 可以啊… 修爵在法国 买了一个大骨仓 小骨仓 两层 对 对不对 而且呢 105年的石头屋 105年喔 在法国105年很年轻 是 然后 你是怎么样有这个讯息 然后就是去买到这个房子 对不对 因为我老公是英国人 在英国的房价很贵 买不起 那法国很便宜 地大人少 所以就有机会在法国买股叉 因为六几万 一部车的价格 就可以买到股叉 六几万 不是法郎吗 是台币 欧元 因为台湾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做 因为台湾的物价太贵了 房价 可是问题是法国 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 但是问题是要请人家去 比如说水电啊 木头啊 什么的 我都自己来 就自己来 对对对 而且这个愿望将会在这个 今年是2005年了 对对 所以将在2005年的夏天 对对 就要出发 对 我去法国DIY我自己的家 到时候应该有那个全纪录 对 价值上万元的围栏 只要一千元就可以完成 这是原来就有的阳台嘛 对对 然后 加了柵栏 对 本来是没有围栏的 因为被小偷剪掉 我们之前废墟搬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请人家来估价说要一万二 上前打造的梦幻女儿房会是什么模样呢 来有这个就是这个女儿的房间 这里还有充满同趣幻想的幼儿家具 也有独一无二的收纳箱 精彩内容别错过咯